全球华人广播奖 欢奖圣典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谢谢各位光临 今天应该说是我们全球华人广播达人的一次盛会 才自于世界各地的嘉宾到了北京以后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北京的一场瑞雪 还有今天清新的空气都在喜迎的各位来宾 同时呢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来自于我们少儿广播合唱团的孩子们 用他们的歌声 他们的微笑 还有他们的鲜花 欢迎着各地的来宾 今天是一个世界的活动 但我们一样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爱给中国语言 的确 各位和我们 我们同样以华语文化作为我们的根脉 我们同样用华语来观察和考量 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用华语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观点 我们大家又都是广播人 以同样的热忱用话筒作为课刀 在历史的课业上 镇刻下这个时代发展的声音记忆 我们记录着全球华人他们生活的故事和他们生命的传奇 好 下面呢我们就要正式进行我们今天的颁奖胜典 2009全球华语广播奖 总共设了五大奖项 他们分别是主题广播奖 魅力主持奖 文化交流奖 公益贡献奖 和年度飞跃电台奖 获得2009全球华语广播奖 主题广播奖的作品有 加拿大中文电台选送的 微笑 麦克尔杰克逊的歌声 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 当他的生命戛然而止 作者选择献给听众的 不是音乐太盗杰克逊的辉煌头衔 也不是流行天王杰克逊的亮与光环 而是他以微秀的心态 面对博弹的宽容与坚强 全心投入慈善事业的真诚和善良 以及他挚爱的 用整个生命创作并吟唱的微笑 恭喜我们的获奖单位的代表 现在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掌声有请获得2009全球华语广播奖 主题广播奖的作品单位是 美国英龙传媒落成双女广播电台 选送的劳伦日记 四川大地震一周年特别节目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选送的 品媚黄昏笑看人生 美国纽约中国广播网选送的 川振学子笑在纽约 加拿大中文电台选送的微笑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选送的 孙莎莎让风儿把眼泪吹干 有请曹鲁教授 还有我们的罗以诚先生 共同为我们的获奖者颁发 奖牌和证书 我们在舞台上看到微笑的剧情 好 各位亲爱的来宾 你们的掌声和微笑在哪里呢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我们的两位拍奖和颁奖嘉宾 以及我们所有的获奖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